Sherling是十三年了 我們多過十三年 還差三個月就十四年 我們認為 其實所有其他病人 我都有緣份 因為我的手數不是其他事做的 所以他們覺得我也是 可能有點緣份 但是Sherling她有特別緣份 原因就是 Sherling住在香港 這次我都要多謝她 雖然六個月都超出時間 來參加我們的記者會 重要的 緣份的原因就是 我想Sherling告訴你 是怎樣她當初找到我 好啊 這真是緣份 其實我一輩子都是 我都是suffer這個賓人的 我的外公 那個賓人很厲害 我媽媽也是 我所有的頭部都是 輪到我也是 但是我的職業 就是要穿高跟鞋 要穿漂亮漂亮的 我是美國學校的學校的學校 美國學校的學校 學校的學校 學校的小孩 高中西班 全部都是高過我的 你不穿高跟鞋 就矮矮矮 穿高跟鞋 就高過三寸 所以我一直都是忍著痛 穿漂亮漂亮 高跟鞋 這樣呢 終於就是忍不了了 我就在美國準備要做折骨 因為美國那時候只有有折骨的 這一種手術 其實我已經是約了一比醫生 是要做折骨手術的 然後又回來香港 有一次我腳痛 我就說 隨便看給醫生 我約了 原來是看折骨 我不知道 我的女兒當時也是醫生 她在美國就說 你是不是一定要折骨 我說是 我已經約了 因為美國只有折骨 我又這麼痛 然後又要穿漂亮漂亮 那就直筆了 那次我的腳痛 就不是奔仁痛 是另一種痛 就約了港安 就看了委醫生 我不知道在哪位醫生 我看了委醫生 我就去看了特德烏 當時我不知道特德烏是做奔仁 而不用折骨的 我不知道 我就指著我痛那裡 這樣特德烏就看著婚人 就指著婚人那裡 那最後一段時間 我記得我的女兒 說 你不一定要折骨 如果你有另一個方法 那最後我很幸運 那一天 通過特烏 我知道原來可以不用折骨 所以我也忘記了我腳痛 就是第二種腳痛的問題 我立刻跟特烏說 我在美國的約定 我一定要折骨 我一定要在這裡 因為我不要折骨 這樣 將來十四年前 我是很幸運 做了這個手術 那需要不需要講一講 之前之後我的身體的情況 好啊 OK 你告訴我們 你感到現在 和以前不同的地方 好 好 是 那麼以前 當然 痛 從腳講到頭 腳痛 腳肉痠 有很厚很厚的 那些 厚肉 叫做什麼 叫做 Callus 是 很痛 很痛 這樣 我腳就是這樣的情況 而且 我的拇指 和其他腳是這樣交叉的 是不可以直直的 我又要做高針鞋 所以 捱著頭 是這樣 沒有辦法 這樣就是腳的問題 痛 肉痠 不穿得上鞋 有肩 然後 然後 膝蓋是痛的 整個膝蓋是痛的 整個膝蓋是痛的 那個腿部 臀部那裡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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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部也是痛的 腰部也痛的 還有頭痛 頭也經常都痛 但是 我 就是 沒有什麼道理是要頭痛 我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多痛 整個身 整個膝蓋 是否又跌倒 這樣 就 我以為是 其他問題 其實 這麼多問題 不知道 原來是出於一個問題 其實我看過很多醫生 有查過那些 又是鐵 鐵質 鈣質 什麼質 什麼都出了 OK 這樣 這個就是我 開到 就是 Dr. Wood和我 Operate之前的問題 全身都不疼 整個膝蓋 2004年 很幸運 開了刀之後 咦 為什麼所有的 蜜痛 蜜痛 什麼都沒有了 第一 沒有頭痛 很奇怪 沒有頭痛 然後 又不跌膠了 然後 腰部又不痛了 腳又不痛了 腳又直直 骨就直直了 這樣呢 又可以跑了 又可以走 又可以跳舞了 又可以做不高跟鞋 多開心 我整個身體的Quality the life Quality of life 整個質素是上升的 因為我每天都可以走路 每天都可以跑步 做任何的運動都沒有問題 而且不會覺得腰痛 膝痛 頭痛 腳痛 沒有了 所以這個是很大顯著的進步 腳靚 雖然你沒有 stress 是腳要靚 但是我的腳很靚 很靚 哇 你腳那麼直 但是最重要就是 function 我整個身體 可以做很多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Thank you Sally 不好意思 剛剛我遲了 我出來 Sally的影片 當然 是 OK 左邊 你都知道 之前 之後 就 好像剛剛 我們說了 就是 第一擠瓜 牽涉了 第二擠瓜打開 之後 我們可以用非擠瓜的方式 把它拉回 然後 都可以穩定 所以 基本14年 都不會再 破壞 就是 因為有 這個 新的 人帶 剛剛 Sally 都 有說了 就是 我們最尊重的 那個 母子外斑的問題 是 功能 OK 母子外斑破壞的功能 雖然 Sally 之前 有 那個 收藏平衡的問題 OK 因為 母子外斑 會破壞 母子的功能 母子功能 沒有了之後 就平衡了 就會差了很多 用力 然後 走路的方式 都有改變 改變之後 一定是 正確的 走路方式 會 影響 腳的上面 就是 腿的肌肉 甚至 腰瓜 但是 Sally 這個情況 就很嚴重 影響到 他的頭部 因為 在走路的時候 大多數都需要 兩邊擺來擺去 就是 流動 他的身體 會影響很多地方 很多病人都好像Sally 以前 完全 不可能想到 是 跟腳有關係的 只是覺得 腳很不舒服 但是 很難 OK 跟 他們 OK 想到 好 最後 那個 上面 我想 給你們看 Sally 真是 一個好 好朋友 他每次回來 香港 六何時 都拿些東西給我 有一次 他就 在 東京 好像 在京都 在京都 看到一隻 這麼小的高跟鞋 很可愛的 跟我自己穿的高跟鞋 是很像 所以我買了 一隻 送給德國 說給他 我可以穿高跟鞋 亦都可以 跳回路 現在我都 保存到 是一個 很重要的 要來一隻 整個 有 有